沒有人 因為他全國只有不到兩萬人 沒有這樣 但是他們有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叫水母湖 各位假如說你到帛琉 有機會可以去 現在中華航空公司有航班可以直接到帛琉 大概四萬塊就可以打死了 四萬塊 三萬到四萬 他就安排到那裡 這個是帛琉 然後他這個水母湖 你可以看到 水母湖 但是他的水母湖沒有毒的 不會咬人 咬人也不會死 那這個水母就是這個叫水母湖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剛剛陳老師介紹過的 就是這條 有沒有 這個就是叫了拿破崙魚嘛 這兩個拿破崙魚 然後他的大小 最大大概可以長到大概就 比這個還大 然後因為他們這個故事啊 因為帛琉這個國家 他們沒有文字啊 他們那個口述歷史 所以他們大概都是用 用那個傳說的 這是其中一個傳說 島沉掉了 名字叫島沉掉了 那你各位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島會沉掉呢 就是說有一個村莊 因為有一個老太太 她家裡 兒子經常去打魚嘛 沒有回家 然後看到別人有魚吃 這個兒子就回來說 好啦那我幫你想一個辦法 就把它家旁邊那個大樹 樹幹切掉 因為那個魚產非常多 這個樹 魚就從樹幹就穿出去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下面都是魚啊 那樹幹 然後出來從樹幹切斷那一個地方 就怎麼樣 魚就流出來了 所以他直接在樹可以接魚 就可以吃了 這個是他們的故事 然後呢 林基看了 就大概就覺得說 奇怪這麼好的東西啊 晚上就把這個樹怎麼樣 砍掉搬回去看看可不可以 繼續有魚出來 沒有想到這個樹一砍掉以後 海水大量的從這個怎麼樣 樹下樹就冒出來 這個島小小的島就沉下去了 就島沉了 這是一個他們的故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它其中那個刻的文物啊 這個都非常的怎麼樣 非常的細啊 細緻 這是他們的帛琉一個 應該他們的一個民俗的一個 一個工藝品 聽說現在是他們的建議 建議負責的福利社有在賣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建議的犯人啊 每天都沒有事情 就是讓他磕這個木雕 磕木雕 這是帛琉這個國家的 就是講到他們當地的一個 這也是我們 小朋友非常喜歡的一個禮物 我們叫做有一個明星產品 這個可以看一下 你到帛琉去玩的話 這買都可以買得到 但是有的沒有這麼大 大概有四分之一也有 二分之一也有 這是他們的工藝品 那接下來我們來給各位看 這麼多的工藝人 這些工藝人